大家好,咱们讲一下面相中的子女工 子女工又叫男女工 它具于两眼之下,又名类 它代表呢,一个人的子女运以及肾脏功能 如果这个部位子女工这个位置比较平满 相对的高托一些 则代表子女运比较旺 也代表儿孙孵入融仓 左眼下如果有出现明显的卧蚕蚊 主生贵子 右眼下有卧蚕蚊 主生贵女 类堂这个位置最怕出现 针线杂纹亨制之类的现象 如果出现这些不利的现象 则容易造成子女缘比较淡薄 出现黑质邪纹 到老男友对儿孙有一定的克制 如果再加上口如吹火 容易对子女运明显产生不利的现象 类堂这个位置如果肝壳塌陷 则代表对子女有明显的克制 有克子女之相 如果类堂相对比较红瑞高托的话 则代表子女身体健康 并且有一定的能力 相书里面有一句话 男女三羊起卧蚕 迎尽光彩好而良 乱闻兄智来勤味 逼然儿女有遭殃 说的就是子女宫类堂这个位置 写平满 相对高托 罪迹淡青色黑色恶质出现 一旦出现这些不利的现象 则容易造成对子女运有明显的克制 如果这个类堂子女工这个位置 相对平满 左右权相对有所护位 则代表子女运比较旺 子女的能力比较强 这点呢是比较明显的能够体现出来的 这个类堂子女工这个位置 最怕身陷恶质 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就容易造成子女运比较淡薄 对子女身体 它有一定的克制